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这个十三节是很奥的 耶稣之前在讲着法利赛人的教导 在讲着你们不要学他们 突然间有一个人打岔 我有话要说 可是他又很奇怪 他又不是回应耶稣的教导的 父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 分开家业 帮我们分家产 这个很奇怪 等一下我们要解释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试试看 讲到一半突然间有人举手 阿牧师请你帮我 分家产可以吗 大概在教会里面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好像如果现在突然间有人开麦克风来打断 我请我帮他分家产 这样很奇怪 这个这样的场合 是延续着上一次 斯拉牧师带我们看的那个讨论 突然间 耶稣正在做着教导 讲到一半 有人打岔叫耶稣帮他分家产 耶稣说你这个人 看来耶稣也不是很爽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餐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好在那里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寄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一一的吃和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反而为自己基财 在神面前却不付足的 也是这样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这段经文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这个人的要求 就是突然间要耶稣帮他分家产 这个东西合不合理的 但是在古代呢 生命纪或者摩西五经 的确是有清楚这样了 根据法律 以色列人的律法 那个遗产或者家业 是要怎样分的 我们现在都有了 各位 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去世 多少%归父母 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 如果没有立遗嘱 多少%归父母 多少%归 归太太 多少%归孩子 归兄弟 等等这些 都有 都有一个法律的规定了的 所以当时候 犹太人的律法里面也有包括 大家可以看生命纪二十一章 十七节 你就可以看到 在当时候 一般上 兄长大哥会多得一份 意思说如果只有两兄弟的话 三分二归兄长 三分一归小弟 如果你很多个兄弟姐妹这样 基本上总之无论如何 兄长就是拿双分的了 其他人拿 如果你有十个兄弟姐妹 每个人拿10% 那兄长就拿20%这样子了 总之大概就是这样了 OK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这样 就让那个兄长 他继承他的那个家族的那个权柄 也继承的那个继续带领家族 发展的那个能力 你要有本钱 才可以发展那个家业嘛 你要做生意啊 你要什么都好啦 其他兄弟 你要继续留下来发展也可以 你要去别的地方发展也可以 你拿了那一份 可是如果这个家 他要养庞大的人口 他要养 包括他们以前很多是畜牧业的 等等 你要有条件 兄长就要有那个能力 要有资本嘛 可以继续 所以你拿到那个财务 你就要去进行那个责任 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那个浪子要求分家 等等啊 这个故事 以后我们会看到那边的 都这样复印 那在当时候呢 其中一个有能力 或者是有资格去帮人家分家产 我们现在如果要谈这种东西 去court 不然就 如果我们按马来西亚的文化 这个法律的 如果你没有利益租 就是阿玛纳莱亚 国家的这个遗产局 来帮我们处理这些东西 这样不然你就找律师楼 来帮你处理 总要有一些法定单位 来帮我们处理这些东西的 而当时候 犹太人的拉比 犹太人的这些老师们 他们是在社会里面呢 是有资格 有权 有那个权利 就是社会赋予他们那个权柄 认可的 是有权去根据摩西的律法 替人家分配家产的 所以这个人啊 无端端叫耶稣 帮他分家产呢 他的那个timing很奇怪 只是他的要求 却是合理的 各位 这个人虽然人家 讲到讲到一半 突然间走去打擦 无端端 就好像现在我 讲到讲到一半 分家产可能都觉得奇怪 如果是现在突然间 有人打擦跟我讲 阿秋吉尔 可以帮我打包Bunker King 可以帮我打包Ramley Bunker 那个打擦就是 不是不可以 请来吃Ramley Bunker OK的 没有问题的 吃宵夜 没有问题的 不过 你打擦的那个timing很奇怪 有一点什么情况呢 就是 你就一直在想着你自己的东西 这个人啊 他就在想着他自己的东西 他并没有听耶稣在讲什么 所以他就无理头的 很没理头的 他就讲 那比耶稣父子 可以帮我这个这个这个的吗 之前谈这个话题啊 他完全没有听进去 而这个人 他的要求 事实上是一个只顾他自己的 他要求 哎 你要满足我这个这样的需求啊 很明显 耶稣前面讲的东西 他彻底都没有听 所以就发出了一个 完全 谋拉钢的那些 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些要求出来 弟兄姐妹 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啊 可是 这种这样的心态 这种这样的心态 很明显 路加也在把这个故事呈现到 很大的那个张力啊 就是这个人啊 在这个故事里面啊 既无理 没有礼貌 又没头没脑 然后就要求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路加 其实在呈现着 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 上帝讲 讲 讲 上帝讲啊 现在是 上帝认为很宝贵 很重要的东西 他就快拿病啊 他吵下来 很重要的东西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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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大堆 然后我们 推包打包 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上帝要什么 我们只在乎我们要什么 上帝苦口婆心 上帝很严肃 上帝很震惊的 把真理传讲出来 把人生最重要的 人生方向 人生哲学 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信息 讲出来 然后我们没有猜他 我们就是这个人 我的财富怎样 我的钱怎样 所以上帝讲上帝 我只关心 上帝也只是让我发贪 上帝也只是吃我这个 上帝也只是吃我那个 基本上我们是没有理上帝的 我们只在乎 我的难分怎样 我的难分怎样 所以也因为这样 耶稣就回答他 你这个人啊 你看耶稣回答他 你这个人啊 谁令我做你们断射官 不是不可以 只是 为什么 你们啊 耶稣其实是reject了 这个要求 然后就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之手 免去一切的贪心 于是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意思是说 这个人 耶稣看穿他的动机 那这里没有讲 要分多少% 这里没有讲 他是哥哥还是弟弟 这里讲兄长 也可以是兄弟啦 OK 没有讲任何因素 不过 很明显耶稣看穿他的动机 你就是贪 所以你会在这个 不管三七二十一 这个场合 走来要求我 帮你分家产 你的动机就是贪 所以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之手 免去一切贪心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说了一个比喻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 就是要想办法教导人 不要这样谈 整个的故事的起源就是这样 那耶稣就讲了这个 要收藏 赚很多 这个财主 这个 的故事 有一个财主 他田产丰盛 哇 他的那个 收成的那种作物 多到 丰盛到 可能各种各样 麦子又很多 葡萄又很多 各种各样 哇 这些都是钱 各位 就是他的做旗下的生意 做什么都大专的 哇 一本万利 那个 那个收成多到 他讲要把仓房拆了 要借更大的 来收藏 哇 这样我就可以有 很多很多钱可以收着 收在那边 然后这样对我自己说 对我自己的灵魂说 灵魂啊 哇 我这四人啊 就甘愿了 我这四人就安逸了 我这四人就满足了 咯 哇 吃白料咯 喝血料咯 然后我就可以开开心心 安安乐乐的 继续吃喝快乐吧 那你知道上帝跟他讲 无资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要的 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去财 在生命前却不负责的 也是这样 在这个比喻里面 财主有三件无资的东西 第一 他认为 无资钱财 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 你看到他说 我的一生就是要追求 钱 还有呢 再多的钱 还有呢 更多的钱 所以他不断在追求 不断在追求 更多更多 没有人嫌钱多了 可是问题是 更多的钱 然后呢 然后就是更多更多的钱 然后呢 要来做什么 就是更多更多钱 然后呢 所以你总会 有机会听到那些 很有钱的人说 比如说马云就讲过 钱对我来讲 只是数字概念 因为我拿不到 在手上的那种钱 你换成真 真钞票 我也用不到这样多了 当然那有钱人 可以这样讲话啦 我们这种有钱的人 钱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啦 可是 你发现 不断的赚钱 不断的赚钱 然后 再赚更多钱 然后 然后就再赚更多更多钱 已经成为这个财主的 人生目标 甚至是中心目标 就是要继续不断赚更多钱 他没有问 有没有其他的目标的 人生 还有没有其他更宝贵的东西 有没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 没有 就是赚更多钱 再多的钱 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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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钱 没有最多 只有更多 这是第一个财主 物质的东西 等下我们来解释 为什么他会 他会 这个东西是显得物质 第二 他认为物质 钱财 可以带来长久的满足 只要我有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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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然后 然后我就满足了 我就可以不断的享受这些物质钱财 我就可以单单因为物质钱财 所以我就 甘愿了 我就可以有完全彻底的满足 然后第三 他认为可以掌控 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 所以我有很多钱 然后可以供我很多年 很久很久的 这个享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 自己好像马哈利و这样可以活到 差不多长命百岁 差不多 已经九十八岁 或者甚至可以更长命 可以享受到很久很久很久 可是各位 钱是不是 一切的 钱是不是终极的价值呢 是不是赚了很多很多钱 赚更多的钱 财务 就可以带来终极的满足了 我们都很喜欢认同这种价值 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 不断在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真理 再多的钱 再多的钱 不要说没有人先钱多了 可是却没有人去问 再多再多再多 然后呢 然后去到有没有限制 或者有没有一个到了某个阶段 就OK了 更多了 然后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在白人 就是欧洲人 去到北美洲 然后在那边就开发那边的大自然 开发森林 建工厂 然后就发展美国 然后很多当时候的北美原住民 我们就称作印第安人 其实是白人走去叫人家 Rake Indian 什么Indian 如果是印度那边是 这些黑的Indian 那边是Rake的Indian 这种全部是自己教的 现在比较正常的叫法 就是北美原住民 Indulgence Group 然后他们的大自然就被破坏 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 欧拉西亚的森林就被破坏了 东马的原住民 他们的森林被破坏完 他们住不到森林了 西亚的原住民 他们的森林被破坏 他们没有地方住了 我们这种现代人不在乎 我们这种外在 在现代社会 我们就负责开发开发开发 然后我破坏人家家 我们不在乎 哎呀 时代发展总会有牺牲的吗 牺牲谁 现在不是牺牲我 是牺牲他 然后后来 在美国 就有一个 北美的这些原住民 或者我们常常讲 印第安人 这一句很出名的名言 这句话是这样讲的 Only when the last tree has died and the last river been poisoned and the last fish been caught and will we that only we realize we cannot eat money 印第安人就看着这些白人 你继续开啊 继续再开发 继续再开发 当最后一棵树 都被砍发了 没有果子了 没有植物了 当最后一条河 都被污染了 最后一条鱼 都抓完了 那河水不能喝了 鱼也没有玩了 吃完了 大自然给你破坏完了 最后 总有一天 你会 醒悟 钱 你拿这些东西 开发都是为了钱吗 最后你就会醒悟 钱是不可以吃的 那些可以吃的东西 全部给 那些大自然宝贵之言 都给你换成钱了 然后最后你吃钱了 当然了 这句话是很多年前 就开始 有人提出来的 各位 美国白人后来是醒悟了 当然他醒悟不意味着他就停止所有的东西 至少他放班一点 至少他一开始玩饱 至少他一开始 是哦是哦 不可以这样的 至少他明白一样东西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单一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钱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你用很多其他东西去换钱 想要更多的钱 砍伐树木 砍伐森林 要换更多钱 自然资源 砍伐 开财 换钱 可是 慢慢慢慢 人开始会领悟 你用这么多东西换那个钱回来 因为钱很有价值吗 那些东西本身没有价值吗 那些东西换了钱 钱是最有价值的 然后钱要换什么 你用了这么多东西就换钱回来 然后钱要拿来做什么 就拿来享受啊 是啊 你要买什么东西 你要买什么享受 马云出场了 这些这样的词 有些是马云讲的 有些人讲的 也不一定是马云讲的 不过外国 他讲如果把香蕉 和钱放在猴子前面 猴子会选香蕉 因为猴子不知道钱可以买很多香蕉 如果把钱和健康放在人前面 人往往会选钱 因为大多人说不知道 健康可以换来更多的钱和幸福 什么都不贵 只有健康最贵 什么都可以等 只有健康不能等 下面讲就应该不是马云讲 不过上面那个故事 可能是马云讲的 他表达什么 人对价值的那个判断 你拿香蕉和钱 猴子就选了香蕉 你拿健康和钱 人就选了钱 其实你可能会笑猴子 杀了这个猴子 走去选香蕉 因为他不懂 他无知 他不懂那个钱是更宝贵的 然后人在健康前面 人就选钱 其实我们也是另外一只猴子 你知道吗 我们不懂更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们 健康或者其他东西 有更高的价值 我们不懂 我们就选了 我们心目中的香蕉 我们就选了 这个好啊 这个宝贵啊 我喜欢这个 然后我就去选 比钱昂贵的事物是什么 比钱更有价值的事物是什么 弟兄弟妹 我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知道 各位谈到这里 我要稍微停一停 这些话对于我们这些 会为三餐来挣扎的小老百姓 好像很风刺 好像很风凉哦 你叫马云讲这种话 OK啦 他都家财万贯了 他都亿万富哦 他就可以开始选钱之外的东西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 是他换不到了 但是我这些要为三餐挣扎的东西 我就要用钱去换 仅仅可以生存了 是 弟兄弟妹 我自己本身也是 需要为钱财烦恼 收入不够 通货膨胀 吃一点经济饭也不经济了 等等这些东西 可是弟兄弟妹 我们还是要谈一谈 今天这段经文要引导我们去思考 我们还是要谈一谈 我们的价值观 是不是只有唯一跟随这个世界的logic 有人就走去问了希腊的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 叫做波拉图了 他什么是让你感到惊讶 关于人的行为 波拉图说 我觉得很奇怪 人是很奇怪的生物 他们在童年的时候急着长大 长大后却怀念失去的童年 小时候又觉得 哎呀我不要做小孩子 我要快快长大 长大了过后又很怀念 以前几好啊 现在长大了都不好啊 他们为了赚钱而失去健康 然后换有钱了之后 却花钱去企图买回健康回来 那为什么不在之前就好好珍惜 原本就有了健康呢 他们忧虑着明天而忘了今天 他们一直说 哎呀明天不知道怎么样啊 为什么不把今天活好啊 最终他们也活不过 也不活在今天 也不活在明天 他们就一直活在忧虑当中了 所以他今天也没有活好 结果他到明天的时候 明天就是 他的明天来到就是今天了 他又继续翻下一个明天 然后结果他每一次他的今天都没有活好 因为他一直都想就 哎呀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活着 以为永远不会死 死了之后 又好像从来没有活过那样 没有人纪念他 不知道做过什么 然后没有什么价值的 他一生就在那边忧虑忧虑忧虑 然后 没有真正享受过 没有真正可以过有益的生活 到最后也没有人去珍惜他们 这番话很现实啊 我觉得这番话 事实上也在对应着我们 今天很多价值 很多价值观 错误颠倒 先后秩序不对 事实上他也在呈现着 一种无耻的人生 当那个人走来找耶稣 要求耶稣 不是走来找耶稣 在耶稣讲到时候 走去打岔 要求耶稣 给他分家产 耶稣就提醒他 你背后的目的和动机 是分家产没有错 赚钱有错吗 找生活有错吗 分家产有错吗 没有错 合法合理 合情等等都合 可是 问题是背后的价值观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你这样在乎 不要完成这个东西 背后的价值是什么 这个人 甚至这群听众 甚至耶稣之间 混得法利塞人 耶稣提醒他们这些人 要小心 不可贪心 哇 耶稣之间 搬世界出来 你知道吗 不可贪婪 不可以 去贪 听众姐妹 我们是不是也要提醒自己 避免 要谨慎 不要陷入这种 这样的诱惑呢 可是啊 我坦白说 各位 我从小到大 看这个 对不起 我从小到大 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个想法的 你跟那个财主说 你无知啊 你都不懂自己可以活多少年 以为你享受 可以享受很多年 你寄存财务 你什么 所以啊 人生啊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年 你就以为可以 寄存这样 然后可以享受到永远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贪 我发现跟大家讲这种东西 是没有价值 没有业 你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按我们这种 这样的人的眼光 我叫死咯 那个人真的无知 他以为他可以享受很多年 换作是我 我都不要想这样 我今朝有酒 今朝醉 我都不要想 我可以享受五年十二 我今天就吃完它 我今天就好好享受 死不死 产生了另外一种 更够力的 我不只贪 我的眼光更短纯 我直接 我比起那个财主 更厉害的东西是什么 他还想在那边享受很久 我都不要想那个东西 我就活在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那个人生里面 更够力 各位 你可以讲 我不贪 不过 我就直接没有明天的人生 我就醉生梦死的人生 我就马上及时行乐的人生 所以 人会不因为生命的短暂啊 就领悟到 啊 这个东西没有价值 应该追求 更有价值的东西 不贿赂我发现 不贿赂我 结果他就用 更短的时间 去立刻去抓他想要的东西 你刚才讲 几十年都可能没有的时候啊 他都不要想几十年了 他马上当下 此时当下就去想 我今天就拿到 我就甘愿了咯 我今天吃到我就甘愿了 所以今天的人都是叫 要马上及时拥有 而且一切要快 我都不要跟你慢慢来 马上就要得到 人都不会去想将来 人都不会去想长远了 人不因为知道 OK 你跟我讲 人生是短暂 人不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 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人生 是 我都赞成了 霍拉图讲 我们人活到好像不会死了这样啊 我就知道我会死了 然后 然后我此时当下就去吃完了咯 就算吃到我死我都甘愿了 人不因为明白生命的短暂啊 就领悟到 这样我要去追寻 更有价值的东西哦 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拿到的东西 就马上是最有价值的 所以要怎么办呢 除非有的比较 各位 除非我可以看到 除了追寻这个 我还可以追寻哪一样其他东西 如果没有的选啊 你跟我讲 哎呀 这个东西啊 你人生一直追求这种样 你谈这些东西啊 你谈钱啊 你用钱来换了这个换了那个啊 哎呀 你甚至迫害大自然啊 啊 你就一直给你去钱财啊 最后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 你一生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呗 我就不要想一生为了这个 我此时当下吃完了 我就轻命花钱 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不会存钱了 他就拼命花钱就是了 因为他都不跟你讲 他有没有几十年可以花 或者我们讲他们先花未来钱 因为他不知道几十年他会死 他就先花了这样 不要过这种这样的人生 不过这种人生 还有什么选择 所以除非有另外一种人生 可以让我们看到 否则的话我们一定会选这种人生的 越来越多年轻的一代 越会去选这种人生的 各位 我感谢主了 主不是讲一般不讲一般 半天掉 然后我们就没有得选 我都没有得选 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 有得选 我们继续把经文看下去 二十二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们你想乌鸦 也不种 也不收 又没有苍 又没有哭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 能够用私律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 以上且不能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 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防线 然后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 其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的 你这小性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 你们的必须品啦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 就是你们的必须品 你们必须用的那些东西 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那一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 所有的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 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从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就在那里 各位这一段蛮长的啊 我没有打算每一节去解 不过 我们就把综合来做解释 前面这里提到 你看大自然 你看飞鸟 你看野草 你看野花 他怎么可以生存呢 他不用做工赚钱嘛 我们人类有一个 做工赚钱的体制嘛 你拿来比 可是我们想生一生 每一个生物在野外 他也需要去找食物的 都需要去找的 可是都能够找到 耶稣说 因为上帝正在照顾着他 God factor 一兄姐妹 如果你只看到这个世界 你只看到你的老板 你的顾客 你只看到这一切 你直接ignore 直接拒绝God factor 直接拒绝上帝是 参与在这一切里面的 那不用谈啊 我们也不用再查什么经 也不用祷告 你不要做净土啊 如果我们完全都不理 那这一切就是靠自己嘛 我做到多少 我赚到多少 都是在于我 或者在于我的顾客 或者在于我老板 不会有上帝的 上帝没有参与的 上帝都在参与 耶稣提醒他们 以为那只鸟 他就找到一只虫来吃 他找到有什么水果来吃 他可以活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在掌管 上帝在参与 哪怕是一朵花 哪怕是一条草 上帝在掌管 上帝在参与的 弟兄姐妹 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去理解 也需要去相信的 如果我们今天不相信 我们什么时候会相信的东西 我们走投无落 我们山穷水晶的 主啊你要救我 我们通常是最后才想起上帝 平时我们不会想起上帝 有一位长辈跟我说 他讲 其实呢 不要讲你们做传道人的 要平行行过活 传道人的薪水比较低 外面的薪水比较高 所以传道人要依靠主 平行行过活 现在所谓的 传道人平行行过活 也不再是以前 以前那些年代没有固定薪水 那种就真的平行行过活了 我们福音堂 以前还有这种 那个传道人是怎样 生活费啊 每一个礼拜走的敬拜 我们有两个奉献带 传完教会的经常费 我们就再传多一个 是传道人的 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 那些福音堂啊 收到多少 每个礼拜 他给周星啊 学英国啊 每个礼拜发粮啊 这样子 收到多少 那个就是你一个礼拜的 那个需要 上帝就这样来养着你 多就多少就少 哇 这个很没有保障哦 所以现在没有人敢玩这种东西 就请教会给一个固定的薪水 我们要以时并进 有一个长辈告诉我 你以为只有传道人才需要平行行过活吗 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哪一个在生活里面不是需要平行行过活的 我们都要做生意了 来 谁可以guarantee 你一定可以有生意啦 你看这几年疫情 倒了多少的生意 哪里有guarantee的 就算风和日历 真正常常日子 也是很多挑战的 各位 我们都需要平行行过活的 就算你讲不是为了钱啊 我做的 我是做公务员啊 我心水比较固定啊 可是你的生活总会遇到挑战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嘛 结果你看到这个世界 就会有人 哎呦 很烦哦 哎呦 很担心哦 我们就一时的牢牢陆陆 一直为了这个世界卖力 甚至为了这个世界卖命 把整条命都摆上了 就是为了这一切 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们 我们要开始跳出这个框架 开始换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来去看 这个世界的人就只追求 仅仅活着 或者可以荣华富贵 可是我们要开始不同 自然界生物的生命 上帝照顾 如果连那些这样简单的生物上帝有照顾 上帝岂会不照顾我们吗 耶稣问了一个反问 弟兄姐妹 这个真的是一个平信心的功课 我们相信上帝会照顾我们吗 有一个故事我整天都讲了 我不知道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们没有听过 我们有一个外展的事工叫Lifesource 做教育宣教的 都是年轻人 大学生 之亲 透过很多服事 生命教育 做营会 做打球 去接触 学生 去做宣教的事工 可是我们有全职同工 我们有租center 在吉隆坡 要租金 所有的事工都要花钱的 你买设备来做事工 每一场营会都要钱的 好几年前 这个事工面对很大的挑战 真的不容易 有一年 我开account来看 就剩下26000 我们每个月大概要用10千块的开销 26000 一说第三个月 那个check就会弹出来了 不能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跟上帝讲 好咯 我是非常相信 我们把福音传进中国的这个戴德森 这个宣教师的名言 In God's will Do God's plan We have God's supply 按照上帝的旨意 去实践上帝的计划 一定有上帝的供应 那你都没有上帝的供应 那怎么办 那一定不是上帝的职业 也不是上帝的计划 你就开开心心 关了他不要做 你就去做别的东西 找一些是上帝的旨意 是上帝的计划 有上帝供应的东西来做 那些没有 没有就不是上帝要你做 上帝要关门了 就去做别的东西 所以我还跟上帝讲 OK咯 这个事工多三个月就可以关了 我就消消杀杀的关掉 然后就去做别的东西 结果那一年实在很忙 忙到都不知道怎样走过来的 忙忙忙忙忙 做这个做那个 搞营会搞事工 我跟大家讲 忙到忘记了 到底有没有钱你的 就这样走过来一年 下一年 又是一月份 我又开账号来看 又是26钱 我就很纳闷 过去一年是怎样走过来的 怎么搞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们也没有很多奉献 有谁奉献我也不懂 坦白说 我也没有去跟人家征求过奉献 然后怎么会走过来 然后我每个月居然没有 调查 claim钱也claim得到等等 哈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不过反正现在只有26钱 我跟上帝讲 好了 多三个月 我又不用做了 感谢主了哈 然后又忙了 过来过更忙二月 忙忙忙忙忙忙忙 我又忙到忘记了这些事情 到第三年 我又才开账号来看 我真的一年只开一次账号来看 我第一个反应不是谢谢上帝的 我第一个反应是 哇上帝里都起幽默了 你要加 你别说不加多一个 127千这样 哇 这样我就活血了 我就很开心了 你又加27千这样 没有孤寒 你等下增加了 多一千块呢 可是各位 他就仅仅需要 就这样走过来 坦白说各位 我现在的账号里面 就剩下28千块了 我也不知道继续 怎样走下去了 可是 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 如果上帝公英 他自己应证 那就凭信心走下去 我怎样思虑到他 请大家注意啊 这里不是讲 你不要思虑啊 不要烦咯 不要去想咯 不要计划咯 人生就happy go lucky 今朝一走今朝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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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这种价值观 不是 这里讲的不要 思虑忧虑 是指 我要被这东西 缠累到我 哇 我就一生人为了他 烦啊烦啊烦啊 我很忧心 我就一生人 不断地想尽办法 要想办法去 为这些东西来忧虑 到最后 我都烦到 不能够想别的东西 哎呀 我哪里还有心情 管别人啊 我自己都活不下来啊 我就一直为了这个 能够活下来 或者 要更多的 资源活下来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 让我们活下来吗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 让我们活下来吗 你发现 其实 可能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么多了 真正需要 可能 是 我们要学会 知足 真正需要 是我们要学会 交通 耶稿 耶稣提醒 耶稣提醒 他的门徒 赤赫是一般人 所需要的 耶稣的门徒 当然也需要 上帝早就知道 可是 当我们围着 自己的事情 来忧虑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将上帝的事 谁去关注 你可以不可以 关注上帝的事 然后上帝就 关注你的事 把你关注的东西 交通给上帝 然后学习去 关注 上帝 关注的事情 弟兄姐妹 容易吗 不容易 相信上帝会供应 每一天的需要 可这个每一天的需要 不是说 我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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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拉利 不是 我们的基本需要 所以如果一个人 永远都不知足 他永远都不可能说 我的生命够了的 要学会知足 要学会过 简单的生活 简朴的属灵操练 是我们基督徒 很重要的传承 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更重要就是要学会 上帝的子民 是应该把 把上帝当做上帝的一群人 什么叫做把上帝当做上帝 第一 你要相信 他是掌管 God factor 他在的 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他保守 他供应 他赐予 如果我们不相信 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 不用讲 我就不要做上帝的子民 或者你相信 别人可以供应你 去找别一家 这是第一 第二 上帝有他在乎的东西 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 有更加美好的价值 上帝的果度 所以 如果我们把上帝当做上帝 我们就不可以只是单单要求他满足我们 而是我们要问 我又怎样可以满足上帝 这个满足上帝不是真的上帝需要 也知道吗各位 而是上帝带我去看 更加有价值的东西 他让我可以提升我价值 去看更宝贵的东西 刚才我说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人生就一定只可以追究这个世界 可是what if有呢各位 what if有呢 有更宝贵的选择呢 我们 可是 我们也需要一时注意 那个上帝知道 上帝会供应我们 可是 more than that 更超越那个东西 上帝的国度 这里没有说 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不重要 可是各位 我们不应该单单只追求那些东西 我们应该追求 上帝国度的需要 在上帝国度追求什么 你们要 变卖所有的 周迹穷人 变卖所有没有叫你 全部东西给完人家 耶稣的根基者 也有他们的私人财产 耶稣有没有反对他们拥有 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要把 整个你的 这个 一切 当做你的 终极追求 不要把你今天 追求的钱财这些 当做你的终极追求 Please不要 如果你仅仅活着 你就变成那个 你要学习去分享 那很巧的是各位 我今天刚好在我的神学院里面教宣教学 然后教到 营商宣教 教大家怎么样 透过商业 透过做生意 传福音 然后就有机会看到一份这样的文件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 洛杉宣教会议 提一个东西叫做 Business Exmission 的BAM 全球的Business Exmission 就有一个这样的研讨会 2017年 不是离开现在太久啊 2017年 在泰国举办过 这个研讨会很有趣啊 这研讨会在讨论一样东西 财富在整个转化世界过程 扮演的角色 我们赚钱啊 我们拥有很多财富啊 这样这个钱要来做什么 我们讲 我钱不是哪一单的满足啊 这样钱要来做 然后基督徒不要赚钱吗 基督徒赚钱有错吗 所以这个讨论啊 财富是哪一种 上帝赐给我们财富是哪一种 二十多个国家的企业界 教会界 学术界代表 来一起讨论 如果我们错误的 对财务的价值观 会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冲击 探讨创造财富的圣经议题 包括公益 包括贫穷 包括管理 包括教会的角色 这个 翻译成十五个语言 你可以上去这个 网站那边看 我就把它一句一句读出来 给大家听 财富的宣言 Wealth Creation Manifesto 创造财富 赚钱啊 源于创造万物的神 他创造了一个丰富 充满多样性的世界 所以一切的丰富 都是从这个世界 你可以创造一切的财富 都是从这个世界里面的资源拿到的 你挖矿 你砍书 什么都好 你在那里有商业活动 你买卖 都是在这个世界 一切的最后源头 都是上帝 所以 财富的源头 是来自上帝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 是创造的 要与他一同去创造 为共同利益 创造产品和服务 所以我们 要学像我们的上帝 你讲 物件 赚钱就是我目的 各位 赚钱是一个结果 赚钱是一个结果 所有赚钱 都是靠两样东西 赚得到的 正常的赚钱 第一 卖产品 第二 卖服务 好的产品 好的服务 就能够 来得到 利润财富 有的人要跟你买 有的人要收你的服务 有的人要收你的产品 可是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就要创造 好的产品 好的服务 好像我们的上帝一样 一出手就是 最好的财富的产品 一出手就是 最好的财富的服务 创造财富 第三 是一个圣洁的古兆 也是神所赐予的恩赐 是圣经的表彰 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些资源 我们给好的产品 好的服务 是一个圣洁的护照来的 也是圣洁告诉我们 上帝给我们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是从生来的 然后创造财富者 应该受到教会认可 经过装备后 被拆派到各民族和国家里面 去到各个资产 那边去服务 这个市场 需要有人可以来 推动生意的 所以我们这些有能力 做生意的弟兄姐妹 我们拥有 可以创造财富机会的 制造更加多 就业机会的 我们应该去到各种的资产 被拆派出去 敛财 第五 敛财 自己一直去去 很多很多好像那个财主 收集一大堆的财富 大家为了自己 是错误的 所以你讲这样赚来做什么 分享财富 应该受到鼓励 所以创造的财富 不是当然为了自己 如果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 是一个错误 创造 拥有 是为了分享 分享财富 应该得到鼓励 但是如果没有财富被创造出来 就没有财富可以供与分享 所以为什么需要赚钱 因为赚了钱 才能够去分享 OK 可是赚了钱 不是单单为了自己 没有油而已 慷慨是普遍的护照 所有跟从基督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主的生命 就是一个丰富 慷慨的生命 所以跟从他 学向他 就是一种护照 知足是一种美德 刚才我说了 一个人怎样才可以够 就是当他学会知足的时候 他就够了 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够 要永远学会知足 物质上的简朴 是看个人选择 有些人 喜欢用贵一点东西 有些人喜欢用便宜一点东西 可以的话 我们学习过的比较简单的时候 非自愿的贫穷 应当得到输简 那些人 不是自己选择贫穷的 他被剥削 他被 这个社会欺加 我们应该帮助他 缓解他的困境 通过商业创造财富问题 不是单单为了慷慨见证 尽管这个是要表彰的啦 不仅仅是为了 我拥有财富 我来去捐钱不了 OK 捐钱我们要鼓励 良好的经商在提供物质上 有固有其价值 他也是可以在社会中 良性转化的媒介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不要以为 单单捐钱 就可以帮助到人 有些时候 不一定单单是捐钱的 我创造商业机会 我制造更多工作机会 让人家可以做工 可以震荡拿薪水 不用捐 所以 有人去做生意 有人进来投资 更多就业机会 那些人可以自力更生 这个也是整个社会会被改变的 越多的就业机会 就越多大家可以提升经济能力 这个也是转化社会 所以不一定要捐 各位 只要我们好好的经营 社会就会得到帮助 商业具有创造金融 财富的独特能力 它同时也可能是 许多十股份参与者 可以创造不同的财富 包括社会的 知识的 物资的 属灵的层面的财富 就是说 现在做生意人 不是单单 只有做生意人 可以得到帮助 那些服务社会的 搞知识的 卖物资的 甚至属灵的 都能够一起参与 在这个生意里面 一起来分享 大家都可以得到 有份可以发挥 参与的过程 第九 透过商业的财富 透过商业的创富 已经证明 可以使人和国家 脱离贫穷 我们都鼓励 你看我们需要外资进来 创造财富 以致人可以 脱离贫穷 我们需要更多 好好的 正当地做生意 不要去剥削人的 然后第十 很重要的 你讲 这样只要做生意就可以了 不是只要做生意就可以了 创造财富 必须始终按照 公正追求 所以一定要正当的手法 不合身心意 不圣洁的 不公益的 贪污的 贿赂的 剥削人的 欺诈员工 骗人的产品 骗人的服务 这些都不会被神喜悦的 这些就算创造到财富 都不是神的旨意 你用不法的手段 而且不只追求公正 并且要关怀 穷人 要敏锐 每个地方 有独特的文化背景 在这个地方的穷人 有什么需要 那个地方的穷人 有什么需要 所以创造财富 一定要去帮助 弱势群体 第十一 创造关怀 是不可 不是可有可无的 creation care 对于这个大自然的创造 关怀这个世界 不是可有可无的 对于创造和环境挑战 就是商业 解决方案的管理 应该是通过 商业创付一个 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们要去推动 我们商业 要去创造财富的时候 一定要关怀 这个大自然 不可以不环保 不可以破坏环境 不可以环境污染 不可以倒工业 废料进去河里面 不可以乱乱砍发树林 在制造财富的过程 一定要能够 按照上帝的心意 那弟兄弟 我不用再解释多一轮了 可是你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 今天为什么我们谈 不要追求 单单以赚钱为终结满足 因为上帝把钱给我们 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参与在国里面 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弟兄弟妹 我们有的选的 我们有的选的 所以 罗杉呼吁 我们呼吁这些宣言 将这些宣言展示给全球的教会 尤其是商界 教会 政府 学术界领袖 我们呼吁教会将创造财富做为我们对民族社会 整体转化的核心使命 我们呼吁进行新的持续不断努力 与装备和动员所有的创造财富者 就做生意了 我们呼吁创造财富者 坚持不切 努力用神所赐亚门恩赐去服事神和人 创造财富 最终的目的 拥有资源 能够有钱赚到钱 最终的目的是要使神得荣耀 我们在服侍穷人 我们在转化社会 我们在造福许多有需要 我们帮助我们员工 我们养着很多 我们的同工等等 最后上帝的作为彰显 上帝的名得荣耀 弟兄姐妹 这个岂不是更好的 更加有价值的东西吗 有价值过 仅仅我们自己 可以吃到很饱 可以不断享受 我们的基本需要够了 我们就把这些资源 扩散到别人的需要里面 弟兄姐妹 我想 今晚上来到结束 这段经文 上帝问了那个财主说 你知不知道你很无知 你这样子做很无知啊 你不知道有更加宝贵 你更加有价值的东西 结果你一生就只投在这个 可是今天换这个世界 我们会觉得 哇这条水有脑 它可以懂得自己享受 它不要分给人家 我们这个世界价值 跟上帝的价值 反而今天如果这个世界 有人去分享财富 有人去分享资源 傻贵 无知的人啊 结果世界会总去笑这种人 无知的人啊 傻贵的人啊 你怎么不去追求自己 想不想乐 却去追求祝福人家 你真的无知 你真的傻贵 世界会笑我们 可是我们永远要记得 基督为我们的缘故 叫他自己成为贫穷 使我们成为富足 我们也当效法基督的生命 愿意舍弃自己 独自享乐的权益 我们可以选啊 各位 跟从基督 有两条道路 一条就是选择 跟从世界的价值 一条就是选择 跟从基督的价值 用我们生命有的资源 我们自己满足过后 我们自己得到 基本的需要照顾过后 然后剩余的 我们拿去祝福 其他有需要的人 上帝邀请我们 你们只要先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 上帝会嫁给我们 弟兄姐妹 你觉得 如果是你 你会做无知 傻贵的人吗 哪一种无知人 在神眼中 还是在世界眼中 好我们今晚上的 讨论 就暂时 谈到这里 我把圣殿交给 史汉牧师 好我们谢谢君 传道 语众心长 带来 这种 非常 好像一个老 我在那边听 我好像听那个山洞里面的老者 在跟我讲 一个很深的道理 哎呀 真的是 讲到前 我们这些穷传道 哎呀 真的是 一 一整 一整 一口的 苦水啊 啊 恐怕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 可能就是要 让我们学习如何去 分辨 啊 世俗的钱财 还有俗天的钱财 啊 感谢君 有传道 他让我们 在这方面去 去衡量 再次的去问自己 啊 人生的追求 到底 终极的追求 是什么 啊 这段的经文 其实是 其实是 耶稣也用了 这一个人 他的这个问题了 来回应 啊 把门徒的 因为 前面才谈到 门徒要受苦 然后他用了一个反面的教材 就是法利赛人 然后法利赛人 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贪 这个如果你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你会看得到 耶稣在十六章是塞浪了 跟他们就是 撕破脸皮 就是十六章用一个比喻来骂他们 就是那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 就是讲他们就是那个财主 他们就 他们最终就是下地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 侍奉马门 他们就是那一群 啊 把钱财看成是人生最终极的目标 啊 我们不可以怪这些的法利赛人 因为犹太人的想法 跟我们华人很像 因为 啊 我们 就是 犹太人就觉得说 如果一个人 他有钱 而且他又有很多孩子 他有很多财富 然后他又是在宗教领域上面 就很得高望重 他大概就是上帝所爱的人 然后呢 怎么知道他是上帝所爱的呢 他的钱很多 因为上帝祝福他 他讲你看 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 他也是牛羊成群一大堆 他的财富也是很多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上帝祝福的一个的表准 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观念 就是 后来就被他们玩的 淋漓尽致 可是呢 到了耶稣的时代呢 群众处在一种很 怎么讲 很尴尬的情况 就是法利赛人很有钱 宗教领袖很有钱 但是 普通老百姓很穷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 施洗一汉出来的时候 施洗一汉去 去告诫百姓的时候 跟他们讲 你有两件衣服的 要分一件给人家 你看他们当时 穷到只剩下两件衣服 然后你有东西吃的 你要分给人家 所以那个就是犹太人当时的情况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犹太人 他们去跟从主的时候 他们也有这样的心态 就是说 我可以从主那边得到什么 你其实你讲 这般的门徒 其实到后来 彼得也是这个样子 彼得也是问耶稣吗 那个少年关过后 他也是问耶稣说 我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 我要得到什么呢 耶稣就讲说 你撇下一切 你会在今世 如果不得百倍 来世就得永生 耶稣就这样回答他 这个我们以后会看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上帝 今天这一段 可能是 君尔传道给我们 从现代的角度去看 这个的课题 我是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我看到的就是 其实 后面他有讲到 是怎么样赚取天上的财富 其实真正的财富 是天上的财富 那个是永恒的 地上的财富 你赚再多 它都是暂时的 因为这个天地会过去 然后天上的财富 才是最总的 然后耶稣给我们 如果你去看福音书里面 只有两个东西 是可以赚天上的财富 第一个就是 洲际穷人 你就有财富在天上 这个是耶稣 答应我们 你把你的一切财富 拿去洲际穷人的话 你就有天上的财富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开天上的户口银行 你就开始洲际穷人 这是最简单的做法 第二种就是 你为基督受苦 你就是为异兽必拨的 就是你被人家打 被人家领弱 就是你为基督受苦 你也有财富在天上 所以这两个 就是耶稣一直在提醒门徒 然后这一个财主的本身 就是他的无知 我觉得他更大的无知就是 他用有限的去衡量无限 就是他去跟他的灵魂 他的灵魂是无限的 他去跟他的灵魂讲 你看我们有属世的东西 是有限的 他用有限的东西 去满足他那个无限的灵魂 然后他说 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 所以神才讲他无知 因为他的眼睛 没有在永恒里面 他的眼睛还在世俗的里面 然后他就以为说 他得到了一切 所以今天 我们自己要在做这个衡量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想 我这段经文有做过 讲到我的题目给他立的就是 负得只剩下钱 负得只剩下神 穷得只剩下钱 负得只剩下神 所以你要神 很多时候我们看得到 上帝基本上 他答应我们的是永恒的财富 你要钱 你就精神 你就好好享受 因为神没有反对你有钱 如果你要做那无知的人 你就好好地享受精神 因为你只有精神 你没有来世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讲说我要 我要来世的话 这样你就要好好用精神的钱 去赚取永恒的钱 这个就是以后你会慢慢从 我看会从16章 17章 他会比较专注在这个地方的讨论 好我们现在公开给弟兄姐妹来分问题 如果弟兄姐妹有问题的话 请大家不此下问 或者你有什么感想 你觉得你要回应一下君耳的 或者你要回应一下这段经文的 你觉得说 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补充在里面的 我说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讨论 我们就是要从经文当中 不断的去学习 因为我相信上帝给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放 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要回应的 欢迎大家来回应一下 你可以打在你的chatbox上 或者你可以直接就开麦 你就来问问题 有吗弟兄姐妹 好像chatbox都很安静 有吗弟兄姐妹 华人每次都是开始都是不敢讲 最后一刻就来大家争 有吗 还是今天很 今天的信息量太大 你们要 你们要慢慢的消化一下 还是今天你还在算钱 你的钱很多 你发现到 你好像中了君耳传道的 那个 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被君耳传道感动了 所以 如果你考虑奉献的话 可以考虑他的机构 他就28千他讲 所以他就有三个月 弟兄姐妹 三个月后 看到君耳的话 就看你们 努力奉献给他 所以等一下 君耳 你的account number放一下 帝兄姐妹可以来支持一下 OK 弟兄姐妹 有没有要 要要询问 或者君耳 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或者听一听大家 今天晚上的感想是什么 领受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 chat box 或者是直接开麦克风来分享 你觉得今晚上 你的学习领受是什么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吗 大家好安静 今天 说到钱 每次 我们都很有兴趣 每次讲到钱 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赚多一点 今天耶稣就问你 赚这么多来做什么 他就问你这个问题 好像都还是很安静 你好 还是我 你好 我今天晚上的感受的就是 原来我 我以为 我本身 以为 上帝要我们 做善事 最大的目的是 在做善事 原来善事 不只是在 捐钱而已 原来在 有良好的经商方面 如果 创造事业 能够提供就业给别人 还有 当中有需要的人 这也是属于一种善事 这个 是吗 所以这个就让我原来也有另外一条 频道去做善事 今天所学到的是这个 善用 善用 不可以永远 我只经一直这样给予他 是吧 他要养成一种依赖 所以好的经商 好的企业 好的事业 好的工作场所 它就帮助这个社会可以正常的运转 以致上帝 让这个世界拥有的资源 就可以去到不同的管道里面 在各种的各行各业 成为薪水 成为福利 成为津贴 成为花红等等 去祝福大家 我们不需要 让大家穷到一穷二百 然后才去捐助给他 让大家都有的找到吃 其实好好让这个世界 好好管理 好好发展 这个也是基督徒的职份 因为上帝平时就是这样来 manage整个世界的嘛 让这个世界可以好好的运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想今晚上可能大家 对刚才那个营商宣教 那个对财富那个东西 要慢慢消化 那个等一下 大家要去自己看power points 可以重新再思考 可是今晚上我想 最基本的点 最基本的点就是 第一 我活着不是把我的价值 设成只是为了财富 基督徒的第一个价值 就不可以是这个 如果基督徒一生人的里面 还是终极底牌 都还是为了钱 我们始终没有让上帝 来做我们什么的主 我们是敬拜马门的 很多基督徒都跟我讲 坦白讲 做神医院弟兄弟们 直接跟我讲 我自己问心里面 我是爱钱多过爱神的 他讲我诚实一点 我自己内心里面 是爱钱多过爱神的 我诚实一点 不过所以说在教会 又很喜欢我 因为他需要我奉献 所以他就要我继续去爱钱 如果我爱神多一点 我奉献少一点 教会就不爱我 所以其实教会也是爱钱的 各位 这个逻辑要怎样去理解 我可以爱神 一样可以继续去为上帝赚钱吗 我不用爱钱才可以去赚钱吗 所以那个价值观要调 我们常以为有一种价值就是 既然我爱神我就不做工了 既然我爱神我就出家了 既然我爱神我就不去 好好经营企业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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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神 我更加好好地去赚钱 我甚至可以赚更多 因为如果给我自己 我赚这样多就够了 可是如果我爱神 我要想办法为了照顾更多有需要的 想办法把我的企业扩展到其他地方去 哪里的国家还有需要的 我想办法去照顾它 这个社会哪里还有需要 我想办法去照顾它 我为了别人而赚钱 我为了上帝而赚钱 那个整个价值做法可以不同的 对兄姐妹 可是我却不用单单 为了爱钱而去赚钱 为了爱钱而去赚钱的出发 和为了爱神而去赚钱的出发 是两个不同的重点的 各位 我想今天晚上盼望大家可以抓到这个概念 来不晓得还有其他人 有什么要分享吗 当中也有人讲 小琴就说今晚是学习慷慨 是一个普遍的启示 他就这样讲 他的回应 然后Isaac也说是很生动的信息 领受到今生的价值 不只是在争取金钱 然后值得 尽管是一个大课题值得反思 然后Maggie也说 非常赞同我们关注神的事 神必关注我们的事 我想深信神会供应 但供应我们所需的 不是发大财来奢华验乐 也不需要忧虑 因为神必知道我们所需的 OK 好的 我觉得今天钱 我们基督徒看钱 不是世俗的人看钱 因为世俗的人看钱是必需品 钱如果今天基督徒看的话 可能你慢慢的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讲钱是很透彻的 他后面的时候你就看得到 路加其实要告诉我们 因为他写信给提阿非罗 就是有钱人来的 他就是一个富人 为什么路加他一直提这么多 这些的穷人 这些东西上 因为他就是要告诉提阿非罗 就是你就站在那个位置上 你有权柄 你有财富 你有一切的好处 所以现在你要怎么去回应这个信仰 所以路加一直给提阿非罗 一直看那个东西 就是他希望提阿非罗 可以运用他的一切 去做上帝的国 可以建立起来 所以今天你讲说 上帝没有呼召每个人当传道人 但是上帝呼召每个人 去做一个建立神国的人 所以今天建立神国不一定是 好像我们传道人这样 就是要开 就是讲道什么 上帝给我们的 我们的功能是这个 可能上帝给你的功能 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上帝给他 就是他为神的国来赚钱的 就是他来供应这个神国的 也有 所以我们相信 钱在神的手中 他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他让我们去 建立神国的时候来用 所以耶稣给我们 最低的要求就是 洲际穷人 这是最基本的工作 因为这是最容易做的 你把钱给一个需要的人 君耳传道提的更高 就是他说 你不单单是要给他吃饱 你还要教他钓鱼 所以你可能 就是今天可能 教会做的就是 我们给他吃一餐 这样君耳传道他就讲说 我们不只是这样 我们要开一个学校 我们教他怎么去钓鱼 这个是更高的 然后另外的就讲说 我们不单单是这样 我们要改变一个社区 然后同心的 让人家看到这个基督的 这个的价值观 可以灌入整个的社区的里面 我的感受就是 今天当基督徒 认真的去活出基督信仰的时候 他是普遍照顾到全面的 怎么讲 他是会普遍照顾到 全部的全部阶级的人 我在之前我有机会到德国去 我这个是印象蛮深刻的 德国很多人都讲 他是一个教会 什么教会没落 没有人做礼拜 可是你要看德国的 基督教的那个的价值观 他是全国都在奉行的 除他的 他的全部的 包括他的那些的 社会机构 包括他的一些的 那些的怎么讲 那些的福利 全部都是以基督教的 这个价值观去定 然后才来做的 当然他们也花了 他们很多时间去做 我是看到基本上 在这方面 当一个信仰 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话 我相信他最后带来的 就是全民的福祉 不过这个也要看 现在又慢慢的 跑向这个世俗化 是个很可惜的地方 不过我们继续为他祷告 好的 军人有没有要补充下去呢 没有 你有东西要报告吗 先报告 OK 好的 我就先拿这个时间 报告一个东西而已 就是这一个东西 好 弟兄姐妹 我在9月28号呢 这个 阿瓦姆哈兰的时候呢 我会有 我在我的堂会 我们有做这个实体的 这个的一个的 也不算是营会啦 就是一天的查经 这个是活出真正的敬拜呢 就是从 归纳士的查经里面 去认识 去学习关于 真正的敬拜是什么 我们会从旧约去看 上帝的会幕 我们也会慢慢从经文里面 去理解神 到底对敬拜有没有要求 我觉得这个 这个课题是现今 可能 我们每次有听 不过只是听一堂道 他没有很认真的 把全部的看过 我觉得这一个的课程 他是非常的好 就是他会带你 从旧约新约 然后慢慢的 从亚伯拉罕开始 一直到以色列明 然后到耶稣的时代 他会带你走过 就是整个敬拜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要问的问题 就是 如果上帝对敬拜 有要求的话 今天我们的敬拜 是否也要 也要去明白 那个真正的敬拜是什么 所以这一个的课程 鼓励大家 如果你们要参加的话 我还有十个位置 大概剩下十个位置 如果你要的话 请就直接联络我 我会等一下就放这个 在我们的WhatsApp group里面 你有什么东西的话 你就直接联络我 然后 你就可以报名 我会把那个报名的link放上去 希望你们报名 然后让我知道 大概是这样子 我把这个东西还给均耳一下 等一下 OK 各位现在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是还没有加入 我们这个与耶稣同行到耶路撒冷 这个路加福音查经的这个主群的 欢迎大家可以click 现在在chatbox那边那个link 这样就可能加入了 OK 如果你们有推荐人的 你们也请跟我们讲一声 因为最近很多韩国电话号码 中国电话号码 外国电话号码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新天地 不知道是不是东方闪电 所以如果大家有推荐弟兄姐妹加入的 也可以通知我们一声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加入进来 不然等一下我们主群里面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异端教会 我是不怕异端教会 不过我怕他一直去嘎叫你罢了 各位 然后他就走去 然后他就走去一直send message给你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whatsapp 这样可以固定收到我们的消息的 我欢迎大家可以去add这个link 我现在把它放在checkbox了 然后你就可以加入这个查经的主群 OK 如果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有人是私底下去跟你联络 就是他add你 他whatsapp你 跟你谈信仰的东西 你让我知道是谁 我们会去跟他了解一下 我们不希望 等一下私底下有一些 就叫你去拉你去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 我们如果开这个群 我们有责任要保护你了 所以如果有人在私底下 让你去拉你 去跟你谈话什么的 你就让我知道是谁 然后我们去跟他谈一谈 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安全一点 毕竟现在我们只有号码 只有电话号码 我看不到他是谁 所以真的是不懂 因为最近比较猖狂 这些 OK 好的 弟兄姐妹还有没有要回应的吗 Isaac OK 上个礼拜十二章十节的信息 等下 十二章十节是这样 十二章 哦 凡干犯人子的可以赦免 OK 好 这一个 君尼要不要讲 凡说话 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 唯独亵游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亵游这个字呢 当然就是对上帝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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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冒犯啊 就是 其实在这个 圣经里面出现别一个情况 有这个字出现的时候 别的福音书 是 法利赛人他们 讲耶稣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他是靠着这个 别西伯来赶鬼 那他们就拒绝耶稣 来 相信他的权柄 相信他的神迹 是出于神的 更加拒绝他的 整个生命 拒绝他的那个 言以行为 他服侍穷人啊 他讲出他们有问题啊 等等啊 都得力拒绝了 然后耶稣就在那个 context下 也有提到 凡 敢犯人子的 还可以得救 可是先读圣灵的 就不会得救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圣经里面 圣灵的工作是做什么的 我们怎样可以拒绝圣灵的工作 我们想要知道 圣灵的工作是做什么 然后我们才知道 我们拒绝了什么嘛 圣灵是做A 这样我们有没有拒绝A 圣灵是做B 我们有没有拒绝B 这样才叫做 拒绝 抗拒圣灵嘛 OK 圣灵告诉我们 圣灵是来做什么 圣灵 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让人可以认识基督 尊基督为主 让人可以了解认识基督 了解真理 荣耀基督 高举基督 所以如果人拒绝圣灵 如果人 如果人 亵渐圣灵 意思是说 他抗拒圣灵 要指引他 去做的东西 那是什么 就是拒绝耶稣基督 拒绝 让圣灵 引导他 他都不信耶稣了 你讲 却 这样不是转回来 鸡跟蛋这样子的循环 不是 不是 各位 不是 我们来理解一下 那个背后的神学意义 耶稣说 你说话 干犯人质 OK 你可以对我不礼貌 你可以不爽我 你觉得我指责你 然后你发脾气 你 然后骂回我 你干犯人质 这个啊 我可以饶恕你的物质 可是如果圣灵在你心里面 感动你 这个可能是弥撒摇 他这样子做可能是对的 他说不定是神的儿子 可是你压下来 你一直为了自己的权力低位 我怎么可以认他 我认他这样 我还有地位的吗 我是宗教领袖 我法利赛人 我算多该人 我们是全个犹太社会里面 最高层的领导 我怎么可以 那里可以输的 那里可以 演带外的 广东话讲 你心里面难道一点感受 一点良心都没有吗 一点这样的 想过那个念头 说不定他真的 What if 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都没有 可是你压下来 你回应耶稣不爽 你骂他 你吵架什么 那你可以用情绪来理解 可是你自己内心 去思考 你查考圣经 你所有的 旧约的神学知识 难道没有一点点 告诉你 这个说不定就是 弥赛 可是你为了 保持自己的权利地位 你压下那个东西 你拒绝那个念头 你抗拒那个感动 这样你怎样可以得救 你根本就是在不断地去 以圣灵敌对 到最后这样怎样会得救 所以我对这段经文理解 是当人 他默示圣灵 在他心里面的工作 你第一个反应 我不爽这个 OK那是人之常情 可是回去之后 还不断压抑 不断抗拒 一直想办法逃避 到最后 真的很难得救 因为那个是自己面对自己 不肯诚心面对自己 内心的世界了 他就要骗自己 然后以致他可以逃避圣灵 甚至他讨厌那个念头 这样不断地去抗 这样来去抗拒基督 就是抗拒圣灵的工作 那就是一种 亵渡圣灵 他甚至要讲 这个是鬼的行动 鬼的作为 这样他就很难得救的了 唐宗隆牧师很喜欢 拿一个比喻 来讲解 我借用唐牧师的一个比喻 他讲 这样死了 这样我会不会 不小心 亵渎圣灵了 然后我就不得救了 通常我们要 问的是 要解答这个东西 因为很严重 可是问题是 弟兄妹妹 我们有没有不相信基督 我们有没有不顺服基督 我们有没有 不跟从基督 应该没有吧 通常 会担心的人 应该就是 他已经跟从着 怕自己跟从得不够前程 不会担心的人 他都得力都不跟从 那种可能就是 不得救 会担心的人 就是怕自己跟从得不够真 所以会担心的 应该就会得救 应该啦 来 斯安牧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一段 其实就是 如果你看十二章的话 他其实是 耶稣在回应 法利赛人 因为前面十一章 抵最后才骂法利赛人 因为骂他们 有祸了 有祸了 有祸 骂了六个祸 过后十二章就跟门徒讲 门徒你们要小心 要小心 所以跟门徒讲 你要讲真话 跟门徒讲 你要受苦 跟门徒讲 你今天 好像今天的 就是你们 你们不要为了财富 然后你们不要去忧虑 你们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就是你努力去做 哪怕他杀你的身体 你也不要怕 然后中间 突然间第十节就讲 凡说话 干犯人只得可以赦免 然后唯独 亵渡圣灵的 就不得赦免 耶稣不是说过 他说神爱私人 他为我们的罪死吗 然后难道有一些的罪是 神不能够救的吗 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有的时候 就好像军耳传道讲的 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我害怕 如果万一 有一天我泄渡圣灵的话 这样惨 这个被记在帐上 当我上到天堂 到了门口 彼得讲 我不能进去 彼得讲 你讲过泄渡圣灵的话 不给你进去 其实他这句话 是要回应法利赛人 像我们来看法利赛人 如果你看一下 我share一下screen 给你看经文的话 是比较容易 如果你看下 这个screen的话 你就看得到 其实我想问弟兄姐妹 其实法利赛人 知不知道耶稣先 他们知道 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我们可以从 尼格迪姆来明白的 尼格迪姆 晚上跑来找耶稣的时候 尼格迪姆是 以色列的先生 他是犹太人的官 而且他来找耶稣的时候 他是很谦卑的 他说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 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是无人能行的 就表示说我们 他用prural 他是用我们 所以现在呢 其实法利赛人 当在耶路撒冷 犹太地 或者是加利利 有哪一些老师 哪一些的 那些的拉比出来的时候 很受欢迎的 他们都会去check的 比如说如果你去看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 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 圣殿就派人去了 他就跑去问 这个施洗约翰 他讲你是不是基督 你是不是以利亚 然后施洗约翰 不是我只是来 我只是跟他解鞋带的 然后就是这样子 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如果你有去看的话呢 哪一次是 他们派人去找耶稣呢 如果你特别去看 应该是路加 我如果不 应该是第五啊 我没有记错 那如果你去看 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 其实耶稣 你记得有一次 耶稣不是在那个屋里面讲道 然后有一个人 从屋顶上破开 把那个摊子放下来吗 你留意一下路加怎么讲 路加在这个五章十七节 他就讲 耶稣教训人 有法利塞人跟律法师 在旁边坐着 那他这边就 这一段是其他经文没有讲 他这个路加就讲 他说什么呢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 各乡村 犹大 还有耶路撒冷来的 这三个地方 就是当时整个犹太人 聚集最多的地方 犹太地 耶路撒冷跟加利利 表示说那一天 基本上所有的师傅 全部来了 坐在前面 好像那个 你没有看越问3吗 越问跑到香港的时候 他不是去跟那个红金堡吗 红金堡不是开了一个原作 然后全部的香港那些 开五管的师傅 全部来了 就坐在那边 然后他讲说 OK如果你要在这边开馆 你就要上台去跟那个老师傅打 他就打打打打 最后他就可以开馆 这一里你看得到 基本上是全部的 全部的律法师跟法利塞人都在 所以才挤不进去嘛 因为人太多 如果你今天想下 你在加百农这个小甘榜 然后突然间看到 一大群的那个 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 比如说今天 你在你的教会 你的教堂 你今天去做礼拜 你发现到 哇 唐牧师也来了 什么大牧师 大牧师 全部牧师都坐在前面 前面五六排 你会怎样 哇 你一定很紧张了吗 因为这些老师傅全部来了 其实全部都来了的 他们来做什么 他们来就是看耶稣的做东西 所以你看 耶稣在这一次 是得罪完全部的法利塞人 因为耶稣讲 人子有赦罪的权柄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全部气到要死 可是没有办法抓他 因为耶稣确实做了神迹 从这里开始 你就看法利塞人 就一直追着耶稣去打 安息了就找他麻烦 一直的去抓他的把柄 抓他的把柄 一直抓到最后 把耶稣顶死之下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 这个尼格迪姆来讲的时候 他就其实这一群的人 法利塞人 他们是知道 耶稣是神那边来做师父的 因为他们看到神迹 他们没有办法去解释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又不要承认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又不要承认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够毁谤耶稣 毁谤耶稣讲什么 讲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这个的情况像什么呢 这个情况就像当时 你还记得那个埃及的法老吗 埃及的法老 圣经不是讲上帝让他心硬吗 你讲说埃及的法老很冤枉 因为他是给上帝让他心硬 他就不能够得救 不是啊 不是啊弟兄姐妹 上帝没有让他心硬 是因为他看到上帝的工作越来越多 他越来越心硬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的人 他们是打定主义 从一开始就是要拒绝上帝的 他们是不肯承认上帝 因为他们眼睛已经看到神的权柄 神的能力 但是他们打从心里面 一开始就是拒绝 埃及的法老 上帝叫摩西 从第一个灾一直到第十灾 针对埃及所有的神去打他 所有的神 打到最后那个最大的 那个就是生命之神 就是那个杀长子之灾 打到他那个埃及的神 全部打到没有 没有一个神可以超越过他的时候 他最后才肯放下说 让他们走 那个后来又后悔 又派兵去打 所以那个法老 不能够心硬 不能够得救 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打从开始 就是不要承认 他不肯降卑自己 去相信习伯来人的神 所以他就是那个 他越看到神迹 他就越心硬 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子 法利赛人也是 他越看到耶稣的神迹 他就越讨厌耶稣 他反而没有谦卑去回应 很可惜的 这是这一群的人 可是你看到 整个福音书里面 耶稣又很喜欢 去跟法利赛人吃饭的 对不对 每次法利赛人 请耶稣吃饭 耶稣都去 如果我是耶稣 我每次去都给你 给你去羞辱 我都不要去了 可是耶稣 每一次都去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知道 这一群人 他要救他们 因为他们是那个 握着姿势的 要死的人 很可惜的 这一群人到死 都不肯回应 当然有一些 比如说有 亚利马太的约瑟 有一个底姆 也有一些的 后来使徒的时代 也有一些信主的 但是不多 所以神给他们机会 一直到几时呢 他们一直的拒绝神 一直到圣殿被毁 整个法利赛的党 就完全的摧毁掉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不再有法利赛 不再有撒独该 不再有西律党 为什么 因为罗马一次过 跟他撒全部 一块石头布在一块石头上 整个圣殿 毁到完 到这个地步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 有一些的人 弟兄姐妹 他是打从心里面 一开始就是不要的 可是神还是仍然的 要去对他们来传福 就是神爱他们 神一直的去用方法 去感动他 去救他 可是他们就是不要得救 有这样的人的 所以犹大是典型的一个 就是耶稣到最后 最后的晚餐 最后一次还要给他 讲犹大你要卖我了 就是那个饼粘给你 就是你了 犹大就是你了 他就是这样子 耶稣洗他的脚 耶稣最后的晚餐 耶稣设立那个 我的身体给你们吃 这是我的血 犹大吃的 可是最后怎么样 犹大最终还是要把 耶稣卖掉 所以到有一天 在审判台前的时候 这一些人是没有办法 跟上帝说 上帝你没有救过我 上帝说有 我已经跟你讲了 今天这个东西 用回在这个世代的时候 怎么办呢 今天有没有一些人 他清楚的明白 那个是上帝的工作 但是他就是死都不要承认 有的 这些的人就是 那些亵渎圣灵的人 因为呢 他是不能被赦免的罪 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去得救 不能够怪上帝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 我把这个时间教会 可以进了 OK 我想 斯坦穆斯把整个背景 梳理到很清楚 那个对象是 有一个群体的 就对当时的法利塞人 耶稣是在骂他们 所以 Isaac Isaac他问说 亵渎就是 轻看神的工作 不是啊 亵渎就是 你明知道是上帝的工作 你明明知道 但是你硬硬要讲 他是鬼的工作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法利塞人 对象人拒绝耶稣啊 是有一个政治和权力的 agenda 就是 如果我认了他 像我不是变成 我就要敬拜他 我就要顺服他 他就是我主了 不可以 现在只有我这里做主 他某个 大家可以理解吗 他是一个很政治性的目的 因为当时他们是宗教领袖 也是政治领袖 别的国家的人 不能够理解 什么叫宗教领袖 政治领袖 我马来西亚人不会难理解 我们一大堆政治领袖 就是宗教领袖 我们一大堆 做宗教师的那些外逼 一大堆 所以 他不能够认耶稣是主 哪怕是上帝 他都要干掉他 你知道吗 现在 真的是上帝 他知道他都要干掉他 所以就要把他顶死在十字架上 你以为他真的不懂吗 你以为他真的不知道 那个叫神迹吗 他白痴吗 他看不懂吗 这样多人都看懂 这样多熟人都看不懂 他就是为了要保住他的权力 因为他甚至连上帝都 干掉都在所不信 大家可以理解吗 这样还不叫先读耶 所以你看他们对施洗约翰 他们来问了以后 因为施洗约翰没有来圣殿 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放任他 因为施洗约翰威胁不到 他们在圣殿的权力 所以他们就放任施洗约翰在越旦河 可是耶稣他后来是跑到圣殿去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你要想一下耶稣那一天 他推倒那些的 他洁进圣殿过后 你想一下 那个时候是逾越节 你是那个摊主 你在里面租了那个摊位 你付了钱的 你租了那个摊位 你的牛羊全部准备好 要去卖的 结果耶稣一来 天天在里面教课 你天天不能开档 你的损失谁去付 那天是谁付 其实就是这些祭司要去搞他 为什么 因为祭司看到耶稣有群众的力量 他又不敢 所以耶稣天天在里面教导 他们又很难过 因为他们赚不到钱 你知道吗 最后为什么要把耶稣搞上去 就是因为耶稣着击人家发达 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看那个东西就是 他们为什么后来要去找耶稣 一个一个去找他麻烦 就是他们要知道耶稣 到底是谁的权柄 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第一个来问的 就是祭司长跟长老 就是那个大工会的 那七十个里面的那些 最大的那几个人物 跑来问耶稣 结果耶稣问回他 他们就不敢回答 后来就是一直的 打到最后耶稣 针对他们全部没有办法回答 他们只能够找犹大 去出卖耶稣的地点 私下把他办了 不能够公开的办他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些的法利赛人 他们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地位 祭司在地位 然后法利赛人 就是为了他在加利利的 那一些的宗教的权柄 他们不要让耶稣去做这个的 因为耶稣来的话 他们会吃亏的 所以只能够这样子 好 进来有没有要补充 没有了 OK 等一下 Angela是说 我还没有出生 上帝已经安排好 我们的一生 是不是耶稣已经知道 法老和犹大 是不会悔改的 这个问题 你们如果有看最近的 有一个电影 有一个电视剧 如果你有看 这个讲是会比较清楚 如果你有看那个Disney的 那个Advengers的 那个Loki Loki有一个 他有一个电视剧 就是他自己个人的电视剧 他就讲到那个时间管理局的 其实 那个在时间以外的 那个人呢 他就是在永恒里面 时间对他来讲 是没有前后之分的 因为他在时间以外 如果今天上帝在永恒里面呢 对上帝来讲说 时间是没有前后之分的 因为他在永恒里面 所以 我们有前后之分 是因为我们是在时间里面 所以我们的时间 是向前走的 所以我们是有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已经 进到永恒里面 基本上呢 前跟后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已经超越了时间 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 对上帝来讲说 上帝拣选 上帝知道他们一生 都不会悔改 是 也不是 大概是这样子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他在永恒里面 因为他就是知道 但是如果他既然都知道 为什么他还要救他呢 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爱 他仍然还是选择 麻烦自己去救你 因为上帝讲 他要爱你嘛 他爱全部的人 他就不能够 今天只是放任你一个 他就去救别人 不可以 他全部都要共 都要一样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 法老 神 神有没有给他 悔改的机会 有啊 摩西的死灾 就是一直叫他悔改嘛 哪怕哪一灾 他愿意放下的话 基本上他的 他不 他整个国家都会得救 你知道 那个死灾打的都是 埃及的罪 埃及的经济 埃及的农业 埃及的 埃及的那个什么 埃及的全部啊 就是一个国家 全部的那些东西啊 那些的建设啦 东西 然后到最后是打军 军事哦 整个国家垮掉 就是一个帝国 可以被上帝打垮 今天呢 如果那个法老他一早 他第一栽 他就觉得他后悔 他就让比斯列人走的话呢 基本上他就没有 他的埃及还是继续的辉煌下去啊 可是他不要嘛 为什么 他心硬啊 所以今天 犹大也是这样啊 耶稣选他 耶稣是祷告过选他的 然后在那个整个的 带领的过程里面 不断的给他机会 给他管钱 知道他偷钱还给他管钱 啊 之后呢 犹大就为了 那三十块钱 就要把耶稣卖掉 为什么 因为之前 那个 玛利亚才 把那个三十块给耶稣嘛 他就不甘愿嘛 他讲三十块可以卖给穷人 对不对 他就一直记着三十块 结果卖他的时候就是三十块 啊 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犹大的脑里面 就是想着钱 所以最后他没有办法了 这个这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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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君了 有吗君了 有没有回应 我写在圈box上边了 基督教不是宿命论的 宿命论的意思就是 一切东西整顶的 天上的星星 星书 命运 然后决定了 所以我们就要去求签 要去算命 然后找出那个会怎样发展 基督教不相信这个东西了 你今天会去 去food court 会吃海南鸡麦 还是会去吃草果条 定了的 你所有做出来的选择 都是定了的 一切 基督教不相信这个东西了 基督教相信 我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都有决定性的因素的 上帝感动人 上帝引导人 上帝启发人 然后人自己要回应 然后我们要为自己做的选择 来做一个负责任 如果一切都是整顶的 上帝决定完了 叫我们负什么责任 那是上帝的责任吗 我们被控制罢了 上帝按一个button 然后我们就 犹大利就出卖他 上帝按一个button 然后法利山就抗拒耶稣 这样是上帝决定的 这样上帝负责任 不需要负责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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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思想 基督教思想 是上帝做了他的part 然后人决定 要不要来回应上帝 OK 多简单的来回应吧 上帝给我们一个东西 叫做脑 可以用的 所以你 那个common sense 很多时候 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来的 所以我们也要把 我们也要把上帝 给我们的脑 拿来多点用 不要什么 我看到有些基督徒 就是他今天出去 他要走左边 走右边 他都要祷告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上帝 不会那么细 你就交给 你就好好用 你的common sense 去决定就好 OK 好了 好 我们今天 等一下 有一个新message OK好的 好 我们今天差不多到9点44分了 今天我看也时间差不多 还有没有问题 给你们最后一个问题 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结束 今天的这个查经 然后我们下个月 我们会有这个查经 不过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下个月我会做一个手术 喉咙的 所以基本上可能会没有声音 两个礼拜 所以可能我们会延迟 如果看到如果君 他一个人可以顶得顺的话 可能他一个人 一个人 单大旗 他做完 也可以了 所以我跟他谈一下 看到他可以一个人 单大旗 单完的话也可以了 我在月头 我会有一个手术 会喉咙 所以声音会没有 所以大家就 祷告中纪念 好 大家既然没有问题 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结束 然后我们就一起的 结束今天晚上的查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把今天所学到的一切 向你献上感恩 天父感谢你 你让我们活在这个 属世的世界里面 却能够有属天的盼望 但愿主 你开我们这属灵的眼睛 看见钱财的用法 真正的用法 让我们可以再用这个 世俗的钱财 去赚起这个属天的钱财 主啊 求你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可以在人生中 我们真的是做出那属灵的 这个的智慧 不要像财主那样 做一个无知的人 用有限的物质 去满足那无限的灵魂 主啊 我们知道 我们的灵魂 唯有上主 你的救恩 上主 你的恩典 才能够得以满足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也围着在线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祷告 主啊 但愿今天晚上 你再一次的 用圣灵 吹逼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 我们能够好好的 善用你所托付 给我们的这个财富 好让我们在人生中 我们不单单是 给人家鱼 我们也能够叫人钓鱼 求主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活得精彩 我们感谢主 我们围着这一个 茶经班继续的仰望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 可以参与 更多的弟兄姐妹 可以在神的话语中 得到帮助 我们感恩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